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人们可以轻易地从植物果蔬中获取更多的营养 然而 与烹饪相比 从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灵感 从传统的手艺中发现与创造 用巧思妙想获取美妙滋味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故事的剧本是一道道饱含智慧的美食食谱的叠加 是持久而含蓄的情感表达 是赤裂而朴素的人间真情 在鸾州农村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早晨 玉米粥是早餐的常态 这是典型的北方生活 鸾上电动三轮车 老伴儿一点也不含糊 他们的目的地是林间的三分地 杨家院村仅靠鸾河 和鸾州上百个村子一样 河水带来稳定水源的同时 也带来了泥沙 这片冲击平原全是沙制土地 并不适合主粮的生长 沙子的地特别爆 还拖不出水 那浇朵水它都搂一起 都沙子的 都不挂土 你这哪是土 土子都不拉分 尤其是在早的时候 那沙也不让了 一棚土全是沙 无法粘连 保水能力极差 千百年来 在这片五谷艰难生长的土地上 人们世代摸索前行 努力寻找着适宜的农作物 渐渐地 这里的人们 让食物成为大地的深刻记忆 但这还不是农闲的时间 收获完花生 还要抢在上冻前 再种一茶蔬菜 进入深秋 天气快速转冷 转眼就有了收获 红心萝卜是鸾州人 最熟悉的过冬菜 也是鸾州人食谱上的最爱 离开沙地后 红心萝卜仍在呼吸 如果不尽快处理 十二个小时后 它们将开始干瘪 直至腐败 眼下 董上武必须抓紧时间 新鲜的萝卜 富含大量水分 口感脆爽 被当地人称为塞鸭梨 将头尾切去 露出内部果肉 这是一步险棋 更大的裸露面积 会让水分加速流失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董上武 从没想到 自己开始的 将是一场生物试验 处理好的萝卜 放入大缸 倒入食盐 这就是鸾州人 东储的妙招 腌渍 盐分进入萝卜体内 细胞组织液开始渗出 呼吸逐渐停止 高浓度盐水 让每一块萝卜 都能被裹挟 再压上一块石头 重力压迫 水分溢出 盐分渗入 向西望去 是儿子上班的城市 董上武萝卜的加工方式 只在附近几个村子流行 数代人几百年 工艺和口味变化不大 细细琢磨 老味道其中蕴含奥妙 因为无论是走出去 还是留下来的人 这种滋味 总能将亲人聚拢在一起 三个月后 红心萝卜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见了 不见了饱满风鱼 体内尽是盐分 两份卖肤子 一份玉米面 用手钻成窝头 疏松的孔洞和窝头的内凹 迎着高温蒸汽 使得糖分和碳水化合物 释放出粮食的香味 熟透的窝头将会继续发酵 这是农家大将的影子 关于风味的试验 还在继续 把那个豆炒了以后 炒了以后再煮 把它煮到面图里 煮软回来 在窝头 把它两个一搅和 挑好的黄豆倒入铁锅 反复翻炒 直至表面焦糊 释放出浓烈的豆香 在隔代 现在刚的三种混合以后 染成这一个多叶 两来叶 味道特别好 加水 接下来 豆子还要在锅里 闻火煮上两个小时 正常情况下 还需要发酵数周 但董少武已经等不及了 一个月后 儿子就要回来 酱饮汁掺入软烂的豆子 倒入大缸 除了咸味 萝卜多了一重酱香 缸里完成了时间的转化 萝卜被想象力赋予了更多的味觉体验 第一场冬雪在鸾州落下 时间很快到了一个月后 曾经在沙土里的红心萝卜 此刻已改头换面 它有了一个人们最常见的名字 咸菜 作为最常见的食材 鸾州人 鸾州人对它的烹饭 也是拼尽全力 咸菜 五花肉 豆腐 混合炖制 萝卜咸菜之中 有豆腐香味 豆腐中的腥味 也被咸菜中和 鲜香诱人 热乎乎的土锅炖 是鸾州冬夜温暖的标配 也是曾经对幸福的定义 从收获到上桌 董少武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城里工作的儿子 回来看望他们 咱们这家乡的花子炒豆腐 现在都是现在 小时候很爱吃这个 还是一个味 特别好 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好久不见 董少武略显声色地开了场 儿子欲言又止 心中也早已有了盘算 不然你们老两口跟我一会儿 上城里住去呗 都不用了 咱们家的特别多 都在城里放心得行 我们就不在家种得地 还得玩得好好工作 放心得住 那放心吧 嘴边嘴不着我 少种 我是非常不乐意你们种地 都说着让对方放心的话 心里却很难放心 三天后 儿子赶回了城里 带走的是几颗缸里的老咸菜 无论如何 腌萝卜最大的味道 都只是咸 与那些艰难的过去相比 董少武对口味鲜咸的咸菜 依旧钟情 这是经历风雨后 留在味蕾中的记忆 是岁月流转难忘的香愁 如今 这种口味单一的味道 在经过各种巧思妙想的创意中 已经有了更多的滋味 精致的加工工艺 彰显着生活的改变 与敦厚织肥的萝卜相比 把娇贵鲜花通过加工制成美味 就颇显浪漫了 而这种略带情调美味 必定与这方水土有着某种蜜约 凤心县地处山区 艳阳之下多了几许寒意 硬季的花朵 更是在寒流袭来之前 便已悄然退场 取而代之的是丰硕的果实 然而善于发现美味的 猎人总能不受季节限制 一年四季都能品尝花的滋味 这也要归功于凤心人 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和巧思妙想 你掉个头来跟他说说话 对对 你们交谈一下 这是你们吗 是你家的吗 是啊 是啊 哦 长是蛮好的 好 曾冯发就是这样一位猎手 开朗的性格 让他充满了激情 养花 摄影 收藏 下厨房 日子过得丰富多彩 有滋有味 这本蜇子丸我摘了十多年 每年都开很多花 开花整个院子里面 都闻得到香味 蜇子花在凤心分布较广 花色以白色居多 花开时芳香四溢 既可观赏也可食用 是当地人年节必吃的美食 明年开的开花的 挖旗季节我都为一派 像这个属于家养 挖旗长 大 这个野生到五月份 四月底到五月满山遍野的都市 好多市民呢 就到野外去采着这个 所以爱吃的人特多 市场上买过来 开始是买八块钱一斤 后来多的时候是三块钱一斤 两块钱一斤买得到 晒干后的枝子花 虽然失去了漂亮的外形 香味却不曾削减 这些上好的干花 都由曾冯发一手挑剪出来 平时很少拿出来食用 这是为在外工作的孩子们准备的 你吃不完 还可以把它储上到冬季拿出来吃 特有一般风味 冬季过年吃上这样的菜 那特是最抢手的 平时大一大路 过年有这个蜘蛛挖车 那是最抢手的 米吃 这个菜是真的精光 用最美味的美食犒劳亲人 纪念人生过往中那些最难忘的日子 这是舌尖和心灵共同的需求 今天对于曾冯发来说 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 他要为自己和老伴庆祝 庆祝35年来 一起经历的酸甜苦辣 和激情仍在的人生 这个植树花现在已经浸泡了20分钟了 效果已经出来了 这个很清爽 一股清香的味也出来了 现在我们把它挤干水 这个水一定要挤干 这个水为什么要挤干呢 因为这个植树花 它本身的一个蛙梨 是大于苦味的 所以把它水挤干呢 就是把这个苦味气掉 甜酒酿 一种用姜米发酵的甜酒 用来中和枝子花的苦味 要把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枝子花蒸肉 曾冯发自创的看家菜 制作虽不复杂 但也十分讲究 上好的五花肉 是制作枝子花蒸肉 最好的食材 切厚了 这个香味 伸到不均均 切薄了 不容易夹起来 吃起来口感就差 所以就是 0.8那么厚 一片一片的肉 最合适 对生活有着较高诉求 让曾冯发对食材把握 游刃有余 在这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厨房里 烟火缭绕中 每一次惊喜 都源自于 它对味道的敏锐捕捉力 如今 对风味的追逐经历 已然让曾冯发 能自如应对各种家宴了 店的大白菜 没有大白菜的 用荷叶 包粽子的粽叶也可以 这个白菜就是方便 家家物物都有 菜叶打底 铺上腌制好的枝子花 将抹了姜米粉的五花肉 依次摆放 送入蒸锅 高温之下 枝子花混合着肉质的香味 开始弥漫 小娃 先端过来 可以了 好嘞 真香啊 嗯 闻到了香味 确实好香 吃饭了 吃饭了 趁着这个热的吃 很好吃 可以啊 能多吃两块 一番忙碌 妻子的褒奖 给曾冯发带来幸福和满足 小时候 跟着这个同伴们就上山摘过这个蜘蛛啊 一请小朋友啊 就像蜜蜂采蜜一样 把那个花摘下来 那个花心里面的糖啊 就是跟我们蜂蜜一样的 特别的甜 儿时中记忆的那个伙伴 如今就坐在身边 花依旧 人也依旧 恩爱如初 以花荡菜 这是只有对生活细致入微的发现 才能获取的灵感 在物产丰饶的土地上 味蕾的指引下 每一种滋味的诞生 总有着某种新的需求的出现 绍兴人的滋味中 有一种味道 似乎只有他们才能体味其中的美妙 这就是五味之外的臭 把新鲜的植物搞臭 这种有意为之的心思 究竟为哪般 老绍兴又何以对此味成吃 这样的疑问 只有绍兴人自己能解答了 经过一夜沉静 绍兴城开始在喧嚣中苏醒 与高楼林立的城市相比 曾是梅县菜梗制作高手的陆明贤 更喜欢生活在村里 我没人去关系 即便被女儿接到城里生活 但这种刺鼻的美味实在难以割舍 于是她又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 很切关系 我们绍兴人很喜欢吃的 我是八九年自己搞到现在做了三十多年了 早上他有路式的鲜鱼店 就是好中午可能的话天气太热了 妹妹就卖了 绍兴人极爱吃线菜 六月线荡鸡蛋 七月线金不换 收割线菜有讲究 物尽其用是梅线菜梗的最大特点 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最好 太老的不好吃了 热没多了 它那个辣点 来来夸的浪费了 每次都要跳舞的 线菜梗纤维粗 筋得住时间的打磨 酷暑时节 为了保持线菜梗的水分 鹿鸣贤分秒必争 鹿鸣贤是个很执拗的人 为了美观木板钉钉 是鹿鸣贤想出的小窍门 手起刀落 五厘米 又一个五厘米 线菜梗大小统一 长度相等 老梗新梗也要在此时区分开 其他是厨西分开 大地是辣一点 小地是嫩一点 嫩一点 妹妹是快一点 老地是妹妹慢一点 农家生活 好处是可以就近取材 屋后就是泉水侵略的小河 挑选容器也得小心翼翼 一旦有祸口漏气 所有的付出都将功亏一篑 老梗入缸 新梗入瘟 腌制看似简单 过程却很复杂 县菜梗富含碱性物质 为避免吃起来生色 需用冷水浸泡化解 24个小时转化之旅 由此开始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 城里的家中 父亲依旧缺席 女儿只能回到老家 她这个人脾气比较倔的 就喜欢怎样就想怎样的 我们做孩子的怎么样劝她 都是劝度不了的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再说下去反而她生气的 就每次来我们过来 拿一些她种出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拿回去 它是最大的乐趣 一个劝不动 一个不愿回 城里的父亲乐在自己的乡间 农家的做法讲究实用 经过一天的等待 陆明贤将馅菜再次瀝干 放入碱面 拌匀调和 同样的分类 同样的封口 陆明贤还要再等48个小时 馅菜梗才会蜕变 两天两夜后 馅菜整的表层更加醒目鲜亮 一股刺激的气味直冲鼻腔 但这还远远不够 还要继续转化 一周后白花飘起 开坛的时机终于到来 陆明贤已经迫不及待 芋头的鲜软黏嫩 搭配梅腺菜的浓重斥烈 倒入卤水 植物的腐败气味 在小火里清蒸 瞬间四溢 15分钟后 腐败转化的特殊风味 滑腻 绵软 吼咸 馅菜梗气味直穿鼻腔 经过一周浸泡的馅菜老梗 梗心早已软化 禽住一头 轻轻一作 软糯的纤维吸入口中 闻着极致臭 吃着却又口舌生香 小弟是经济条件不好 饭也吃得饱 回来下饭 这个汉菜梗多吃 年轻人他吃不惯 我们只是香的 他只是扯的 有人避之不及 有人却甘之若疑 这些人大多是舍不得丢弃老梗的老绍兴 和陆明贤一样 生活早已富足 却依旧记得曾经的节俭 一份钱都不买的 有的时候他们工夫没有 我给他送去 很喜欢做这样的事的 美食欲见知己 相逢才算完美 餐桌上的一份小菜刺鼻鲜香 滋味复杂 却承载着绍兴人 淳朴的生活过往 这就是广袤的中国 孕育出的一方滋味 如今无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发现 在这片卧土上 人们总能在各自熟悉的生活中 学到新的技能 并能在巧思妙想中 成就各自钟情滋味 餐桌上每一次的变化 都是人们生活诉求的改变 这种带有时代印记的改变 是一叠叠有滋有味的小菜 是一幕幕 有滋有味的幸福日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